哈喽大家好 100天赶到北京大兴1037屏中式大院 通过前面15天的努力 现在终于进入到了主体封顶的阶段 今天一大早钢筋师傅也全部进场 被主体封顶做钢筋了 今天施工的一共是10位师傅 7位钢筋工加3位木工同时施工 6位李克人 5位钢筋工具 6位钢筋工具 3位钢筋工具 3位钢筋工具 2位钢筋工具 2 1 3 5 4 5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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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花 水 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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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所有刚进攻师傅的主要任务是把房屋主体的所有前大梁暗梁以及圈梁全部绑完 我让木工师傅做二次加固转眼间大半天过去了所有大梁也已经全部绑完了 师傅们开始进入顶板钢筋的阶段 这几天这辈的天气确实非常炎热 但是师傅们依然干的热火朝天 大梁绑完之后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大梁的施工工艺 大梁的尺寸是37×60用的是8个钢筋 包括中间我们也是加了挑筋的 它是323的一个铺设 然后所有房屋的圈梁外圈梁全部是37×30的一个尺寸 6根筋 所有隔断墙的圈梁全部是24×30的一个尺寸 用的是4根筋 而且在正房客厅的挑空处 我们也单独给房主加出来一个非常大的暗梁 这个暗梁的尺寸非常大 用料非常的扎实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套暗梁 用的是8根钢筋 国标16个的罗纹钢 在农村盖房都是百年大计 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应该替房主考虑到位 处理到位 保证房屋的质量 而且老宅拆盖这一块也同步进行了 中房是加盖了一间 街口住一定要处理到位 我们也把老宅的盐子全部砸了出来 后期跟新房的房顶进行一个合理的拼接 无缝的拼接才能处理好 防护后期的漏水情况 今天就是绑大梁的钢筋 做完之后明天开始做顶板的钢筋 让我们继续期待这处大跃的落成